相關人說呢 目前被認為兩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手術中流血過多 那因為有一些細菌跑進去 會產生 Biofilm 長出一些東西纖維化然後把它包起來 那你就會覺得很硬 事實上不是甲體很硬 而是你自己覺得身體很硬 那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如何選植物 剛剛有水帶 有圓形 有光滑面 有絨毛面 你有摩滴 有Mental 如果消費者很擔心矽膠造成的問題 比如說露出來之後會怎麼輕啊 或是說矽膠會不會造成人體的病變或不舒服 假設如果你有這個疑慾 那我就勸你選這個鹽水帶 因為外面是矽膠殼 裡面是鹽水 它破掉的時候 它就是死鹽水 你會完全被吸收 破掉的時候會出現什麼事 胸部會突然之間就變小了 因為死鹽水被身體完全吸收掉 那你就會發現 啊 胸部不見了 那如果你非常擔心 所謂的ALC 就是一個淋巴流的疾病 它就是一個 目前在愛麗根這個廠牌裡面 有發現這樣的病例 其他的牌子幾乎沒有發現啊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是幾乎沒有 它被認為跟這個絨毛面有一點關係 因為它的絨毛面是最粗的 它是最粗的 然後Mental是其次的 那接下來是摩滴 摩滴已經接近光滑面了 假設如果要排序的話 它們是比較粗糙 比較平滑 最平滑 然後更平滑 它是有個順序 那它被認為在比較粗糙面上面會有這樣子的疾病 它不是致命 它不會死掉 那也不用擔心 它可以解決 但如果你很怕龍毛面造成的問題 那我就勸你 就選光滑面 因為它就沒這個問題嘛 如果你選光滑面又鹽水帶 那根本就不會發生Value 但是呢 人是不滿足的 因為你要觸感好 水帶摸起來就是空空嘛 那這種坦坦的感覺 如果你要真實的觸感 那你就只好選滑通矽膠 因為沒辦法 那就只是往矽膠去選 那非常在意這個外觀 脫衣服起來是很漂亮的 我不要那個胸部被擠成上面 比如說有一些殘後萎縮的 那個胸部下緣已經縮得很小的 或是說它本來就是 我會形容那個很像筍子啊 你的胸部很像一個小小的竹筍這樣子 那就勢必要選擇水滴型 因為水滴型的下緣呢 它的支撐力量非常大 它可以把它往外推 可以看到你的那個 手術前手術後的圖 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它本來那個胸部 已經縮到很小了 那放一個水滴型之後呢 它就可以徹底的把下面撐開來 而不會下緣很小呢 你的皮膚很緊 把它往上直 那這邊一坨 這樣比較不好看 因為我們希望得到的胸部是 上面是平平的 甚至有點凹陷 然後下面是圓的 所以這樣才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我覺得要先問自己的問題 你在意的點是什麼 第一個是 我想要讓拔很不明顯 10個有11個說我要把人看不見 可是沒辦法 第二個我觸感 我要磨起來很自然 10個有11個也是說要很自然 第二個我要不要緊乳工 這就不一樣了 因為有一些人說沒關係 我們不要乳工 可是事實上呢 等他回整的時候 他還是會跟我說 我要擠乳工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也許他之前不穿低胸 但是農屋的時候就想穿低胸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 幾乎是大家必備的要求啦 就是我要 把它很看不見 我要觸感很好 我想要把乳工擠出來 有需求就有選擇了 那選擇是什麼 第一個刀口要放在哪裡 第二個放的位置要在哪裡 第三個就是選長牌 選大象 那刀口裡面可以分成 第一個是腋下 因為腋下是最廣為人質的刀口 第二個就是乳下 乳下是歐美目前最多的刀口 因為他相對來講比較安全 然後手術的難度也比較低一點點 第三個就是乳暈啦 老實說臨床上面 乳暈的缺點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因為乳暈那邊會影響到 那個乳頭的神經 還有乳暈那邊相對來講比較髒 因為乳腺的開口是在乳暈那邊 所以在那邊手術進去的話 假冒冷座的比例會超高 然後疤痕會比較臭 然後乳頭的感覺會有點損失 所以我個人建議的話 我不是非常建議乳暈 我會建議腋下或乳下 這是兩個比較好的傷口 那還有一個比較少人做的就是肚臍 那目前台灣只有一家診所做這個手術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那個很少人做的手術 不代表他不行 但是也不代表他最好 因為那麼少人會做 那就是其中一定有他的原因在 第一個植入位置 目前市面上我覺得查龍乳 最常查到的是什麼 半斤半肉 這個會影響什麼事情 肌肉溝 所謂半斤半肉是什麼 胸大雞是長這樣 然後植入會是這樣 那其實半斤半肉就是半個肉 半個筋膜 這叫做半斤半肉 現在幾乎沒有人是完全放在肌肉下 因為這個肌肉翻起來的話外面不好看 所以我們要知道目前的熔乳 大部分的熔乳 都是這一邊是在筋膜線 外側裡面在筋膜線 這個乳膀才會摸起來順才會好看 因為我們希望外面是自然一個垂墜 而不是被鎖起來的感覺 那裡面呢 是肌肉呢 它有個好處 肌肉可以擋住前面的乳線 所以它假冒然說的機會 會相對硬低一點點 因為有一個飽度嘛 那接下來觸感呢 在摸的時候呢 正中間這一區呢 因為有肌肉擋住 所以摸不太大 觸感會比較柔軟一點點 因為有肌肉擋住 但是 哎呀想像起來非常美好啊 那幹嘛還有那個 在筋膜遊戲啊 就是肌肉上面 因為這有個缺點 假設這是肌肉 那你給它想 你在做游玩運動的時候 手指要舉起來 舉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往上舉 所以有一些比如說 健身房的常客啊 或是健身教練啊 或是運動選手 他們熔乳的時候 就不能選擇在半斤半斤 因為手一舉起來 胸部就跟著跑上去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假設如果是一個自然的乳房 你手舉起來的時候 胸部會跑上去嗎 不會跑上去 因為你的肌肉是在下倒 所以你手舉起來的時候 它還是在這裡 它不會動 但是如果是放在這裡的話 它就會動 所以大家要選的時候 假設如果你內部 不感要好 那當然是只好選半斤半斤 那半斤半斤還有一個 小小的缺點 就是放進去之後呢 因為肌肉擋住了 所以在擠乳鉤的時候 相對來講 會多了一個東西卡住 那你在擠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順 也許內衣要買比較小號一點點 才能把它擠住 就不是說那種 往下倒就碰 就一個乳鉤跑出來的 所以那個是 就是要看人 而且要看技術 每個醫師的成果 會有點不一樣 不是同意都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 筋膜下 筋膜下就是 所謂的乳腺在前面 乳腺的筋膜下方 那放在肌肉的上方 就在這裡 因為沒有肌肉保護 所以在抹的時候 會相對比較明顯 怎麼解決 選擇絨毛麵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因為絨毛麵的時候 放進來 它比較不會像光滑麵 我們可以看到光滑麵 這個皺摺會不會多 皺摺比較多的時候 會摸到好像抖抖抖 就是水波紋 大家不想要有水波紋 又想要放起來 很容易擠乳鉤 那就只要放淺一點 然後選絨毛麵 因為這樣摸起來 就比較不會有水波紋 那另外放在筋膜下 因為胸腺在後面 所以我們在擠乳鉤的時候 就相對來講很大擠 因為前面沒有任何的阻礙 就可以把它擠出來 大家最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2019年的禮藏 統計的 將近10萬人的美國的Case 病發症出現的比例 Capture Contractors 就是講不論說 2.8%到7.2%之間 那破掉的比例 是0.2%到2.2%之間 也就是說 我們的確可能會遇到石頭奶 的確可能遇到破掉 那破掉沒辦法 因為產品會老會舊 我們說一個電腦 怎麼可能不壞掉 車子可能不壞掉 那會破這件事情 我們先放一遍 怎麼樣避免簡陋人說呢 我覺得這次要討論 簡陋人說呢 目前被認為兩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 手術中流血過多 那因為有一些細菌跑進去 會產生Biofin Biofin就是一個生物的包膜 就是自己身體會長出一些東西 纖維化 然後把它包起來 那你就會覺得很硬 事實上不是甲體很硬 而是你自己覺得身體很硬 就是不由自主把它包起來 因為流血過多 還有細菌進去造成這個因素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體質 那我們沒有辦法在手術前 比如說抽取 或是做基金診測 斷定這個人的體質 所以我們可以努力的這種女孩 手術中盡量用內置鏡進去 那盡量把初血降到最低 那接下來呢 就是在放這個甲體進去的時候呢 越少人碰住它越好 那會利用那個紀錄帶把它寄進去 然後這樣子才可以得到比較乾淨的空間 減少這個細菌跟流血 講完的時候比例就下降了 所以可以看到最近的文獻裡面 最近的幾年 十年內的文獻跟十年前的文獻 講完的時候比例的確都在下降 那但事實上跟易乳的發展 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也就是說跟它的材料啊 跟它的材質啊 並沒有什麼資格相關 反而是跟手術技術比較有關係 植入物熔乳呢 它還是有缺點 第一個就是講完的時候 因為大家最怕這件事情 第二個就是植入物破掉的文法 就是如果你選眼嘴大也沒話講 破了就流出來 然後身體吸收就算了 就沒事了 可是你如果選擇這個 廣東洗腳的話呢 你破了不會知道 因為它不會流出來 那怎麼辦 只能做核實共振 這目前在台灣做是要自費 大概介於一萬到一萬五千塊的台幣之間 不會很貴 但是就是你只有這個檢查 才可以看出結果 其他的超音波啊什麼的 幾乎看不到 這次要提醒大家 接下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 有疤痕 我的疤痕 要不就在腋下 要不就在乳下 這個是要面對的事實 最小最小也要3公分 那種所謂2.5公分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硬點 因為那個內視鏡頭就2.5公分 廠商一定會跟你說可以用一輩子 可是事實上你給他想 他每一年統計起來 1%的機會會破掉 你假設20年後 1乘以20就是20% 5個有1個會破掉 你只是沒有想到這件事而已對不對 你沒有撐到那麼大的數字啊 我們目前遇到的 假設如果是60歲的人 他會來要求我想要把他拿掉 或是換一個心 因為他不想他 比如說70歲的時候沒有體力的時候再來手術 他會想把他更換掉 我目前是完全不按 就是不管放龍毛麵或光黃麵 就完全不按 為什麼以前要按摩 10年之前台灣沒有龍毛麵 台灣只有光黃麵 對那美國目前80%的醫生還是放光黃麵 那光黃麵以前的老師叫我們什麼 你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盡量讓這個在裡面滾動 也就是說你那個空間很大 我的房間很大 裡面有個小孩子在亂跑 但是沒關係 這樣就不會很容易 所以為什麼以前按摩 就是因為他可以這樣把它緊緊緊緊緊緊緊 就是越擠越大越擠越大 那就越來越寬越來越寬 但是呢 現在進到這個 柔毛麵的時代呢 因為柔毛麵呢 被認為如果你在按摩的時候 會造成你的組織跟絨毛的摩擦 那摩擦之後呢 會有少許的粗血 那少許的粗血會造成什麼 在講冒人說嗎 所以說才建議說 假設如果是絨毛麵的話 就不要再按它 當然你日常的生活接觸 另外一半的按摩沒關係 在草地上面滾 自己跟它洗澡都沒關係 但是不要去找專業的按摩師 不用花那個錢 因為你去按的話 只是把講冒人說的機會增高而已 那這個叫做Kelofano Kelofano它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擠奶油花的概念 幾cc以下幾公分 幾cc以下幾公分 我這樣就很清楚了 那你看它最小 最小是315cc以下就是4公分 所以開口要小於2.5公分 幾乎不太可能 我覺得我目前做到最小是3公分 那越大呢 當然就越大 你看315到450cc就要5公分 因為沒有那麼大 它根本就進不去 那我給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把它擠進去 那一般光滑面比較好擠 那它就是先放這個 當然在手術中 它是一個無菌的Jelly Jelly就是像潤滑劑一樣 那我們把它 把這樣子擠在這裡面 接下來把這個進去 當然再放進去 我們真正在手術中 事實上這個Jelly會擠得比較多 那今天示範的時候 是不需要弄那麼多 我們就把它整顆都潤滑 就上面都已經潤滑 事實上這樣就夠了 然後想像一下你的刀口 不管在腋下或在乳下 就這樣子 那它 因為我已經有放潤滑劑了 所以我可以把它變成這樣子 你看這個小小的 所以呢 這樣就可以把它放進去你的胸部 節省很多很多手術之間 而且把假冒人說的比例就降得很低 所以目前的文獻裡面是建議 所以務必要用這種東西去把假體放進去 好啦 這不用錄 這個跟你講 這一個100塊美金 那一個袋子就一個100塊美金 對 一個100塊美金 對 所以我 所以發明這個人爽死 對啊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這東西 剛好1點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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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